春节假期结束,龙年首场寒潮影响新疆大部分区域 北疆、东疆和南疆先后出现大范围降温 富裕县、土耳洪乡气象观测站 日最低气温降至零下52.3摄氏度 打破新疆有记录以来最低气温极致 据新疆气象台发布消息显示 未来一周,新疆北部多地平均气温普遍下降10至15摄氏度 2月18日,乌鲁木齐气温显示为零下17至24摄氏度 今天真是超级冷,今天是我们过完年第一天上班 没想到寒潮也跟着我们一起上班了 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乌鲁木齐市区路上行人较少 车辆行事缓慢,人们穿着厚厚的冬装 在冷风中为新一年的开始帮忙 乌鲁木齐某物流公司快递员小哥告诉记者 快递物流系统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市区路面积雪在今天上午就已经基本看不到了 他们手中的快递正在有序送抵顾客手中 我们物流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没有受到寒潮天气影响 公司给发放了保暖装备 我们这两天送货也不是很冷 据了解,此次降雪天气正值春节假期返程高峰 高速路受到一定影响 其中,G30连货高速柴窝铺路段 在16日晚出现严重的风吹雪天气 能见度不足20米 车辆通行受阻 截止到今天上午13时左右 我指定辖区的道路 联合新疆交通部 将道路上的气血全部清理完毕 恢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 截止今日 新疆乌鲁木齐市清雪工作已进入尾声 机场、铁路等整体运行正常 中国天气网起行 当前正值春运返程高峰 公众外出需谨慎慢行 提前做好行程安排 警方雨雪冰冻天气 对交通的不利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